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军 那运鹏也慢慢的成为 郑文燦的2.0 选举场喊得太凶 说话还要按着喉咙 在绿营桃园队的拥戴之下 最晚投入选战的郑运鹏 登记抢投降 不过六都参选人里头 他不寂寞 登记的第一天就跑来登记 我透过行动要告诉台中市民 我们台中的市政不能再等待 着手改革迫不及待 前立法院长苏家全陪同下蔡奇昌 完成登记参选手续 但要突破蓝绿夹击 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鸿安 找来在地人柯妈妈一起登记 柯文哲赶不来的柯妈妈主动当起分身 眼见高鸿安声量逐渐窜起 首都战役还有黄珊珊 也将登记冲击蓝绿布局 传出绿营也定调 赢北市就不算输 而蓝营则是只要六都过半 就有望斩获十六县市 但反之若没达标 压力可能又回到主席身上 我们一席都不放弃 所有二十二县市的候选人都共同团结 你今天要提到任何的数字 不就是要自己打我们的候选人脸吗 对每个参选人都有信心 责任问题 朱立伦巧妙回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